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祖籍宁波离金庸老家三百里地 倪匡的父亲叫倪纯壮 母亲叫王敬贤 王敬贤女士为倪家生下七个孩子 倪匡排行老四 倪匡的六妹叫倪义书 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大作家易书 打小倪匡就立志要做冒险家 是要效仿徐霞克游遍天涯海角 可惜16岁那年为了混个铁饭碗 他放弃学业 孤身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很快1955年倪匡被分配到内蒙古 工作室看管劳教人员 那时的内蒙古滴水成冰 又逢大雪封路 取暖生活的煤就这么断了 零下几十度的气温 人哪能受得了 倪匡突然想起来 宿舍不远处有一座木桥 拆了可以用来当柴火烧 他想都没想就把桥给拆了 作为回报 他睡了几天热呼叫 谁知到了1957年 倪匡听说自己要被调查 这一下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深追究起来 倪匡可算是摊上大事了 最后在一位内蒙兄弟的帮助下 他连夜骑马离开了单位 兄弟嘱咐他 一直往北走 北在哪 北就是北斗星的方向 随后的几个月里 当了逃犯的倪匡 辗转黑龙江 辽宁 后来南下上海 从广州中转澳门 坐着运菜的船 偷渡到了香港九龙 没有身份的他 为了活口 只能选择到香港工地上搬砖 日清两毛七 一次他看到工友 在读报纸上的小说 看得津津有味 他扫了一眼说 写的什么东西 工友反击 你行你上啊 于是 倪匡就写了一篇投了过去 这篇稿子 顺利为他赚了九十块稿费 至此 他这一生从未被退过稿 而倪匡人生得意之事 有两件 吕替张车编剧本 曾带金庸写小说 1967年 邵氏的张车 找到倪匡让帮他写剧本 倪匡说 我不会 张车编 就按小说写 电影名叫独臂刀 主演有王宇 潘影子 是第一部票房 过百万的港产电影 从此张车人称百万导演 张车从此就让倪匡 做了他的御用编剧 倪匡绝不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都是拿了钱 按时交作业 张车的电影 培养出了狄龙 江大伟 等初代功夫巨星 他崛起后不久 曾经少氏古装片的首席导演 李汉祥选择出走 倪匡写剧本出名以后 有位导演 邀请他一起拍电影 倪匡对当导演 没有兴趣 却觉得 博人面子不好 奈何那位导演 是铁了心 要拉他入伙 倪匡 只好说 我上辈子 没干过缺德事 这辈子 怎么能 沦落到 做导演 那位导演 很长一段时间 没再理他 倪匡自认 替金庸 写小说很荣耀 金庸 却很伤脑筋 天龙八部 连载的时候 金庸有段时间 硬邀要到访欧洲 小说不能断 他想到了 让倪匡救救急 临走前 金庸嘱咐 千万别把人物写死 倪匡答应了 没写死 却把阿子写瞎了 金庸回来 只能连连摇头 好好一个人 就这么瞎了 倪匡很无辜 如果阿子不瞎 哪有他和 尤坦之那样的爱情 后来又说 乔峰武功那么高 你居然看不出 化妆的阿珠 听脚步听不出来吗 后来阿子的眼睛 被金庸医好了 倪匡却再也没有机会 碰金庸的小说 倪匡虽然嘴硬 却对金庸佩服得 五体投地 没有四大才子 只有他是才子 倪匡曾在旧金山 定居多年 后来由于 要不要回香港 金庸当时准备 出国读博士 就说 你回来我就不去了 倪匡回来 金庸还是出去读书了 他质问金庸 你不是不走了吗 金庸答 我说过吗 众所周知 金庸写小说 出了名的慢 古龙写小说拖 拖到编辑 想拿绳子 把他绑在凳子上 但倪匡从不脱稿 他一天能写几万字 文章天马行空 想象大胆 带笔天龙八步时 看阿子不顺眼 把他写瞎了 金庸既使伤心 也不得不咬着牙承认 他写的情节 很有故事张力 在香港武侠小说 大热的时候 他偏偏去写科幻 推理 杂文 剧本 甚至查评和夫妻生活指南 有一段时间缺钱花 他听了蔡兰的建议 匿名创作颜色小说 写一个火一个 他写剧本 奇快 三天一本 一生创造了561本之剧 有的饮食公司 担心写得太快 质量有问题 他就放抽屉 捂着过一个星期再给 他同时给12家杂志社公告 一本十万字的小说 一周写完 按理说 文章写得又快又好的人 一般都饱读诗书 但尼匡不是 他只上到初中 就在外面讨生活 大概这就是天赋 恐怖如斯 不过 他也不是没犯过失误 魏斯里有一个情节 写主角查案 来到南极肚子饥饿 便把北极熊杀了吃了 一读者看到满头问号 在报纸上公开质疑 尼匡明知有错 但打死不认 两人在报纸上 你来我往 蛇站几个来回 最终尼匡决定 放弃诡辩 回复说 南极没有北极熊 但世界上也没有魏斯里 潇洒了一辈子的尼匡总说 人生在世 凡事是有配额的 作为一个十足的九色之徒 也因着风流诚信 尼匡还创造了一段佳话 封闻尼匡喜欢逛夜店 喜欢上一位妈妈桑 结果对方对自己不理不睬 气氛之下 尼匡相约好友蔡兰 黄瞻一起做了一档 名为今夜不设房的栏目 专请明星大腕 畅聊人生奇葩故事 收拾火爆一时 上节目的不乏林青霞 张国荣 王祖贤 张曼玉之类的大明星 他们的自曝 也为香港狗仔提供了不少素材 只是 大概尼匡也难以预料的是 多年之后 自己的儿子尼正 会遗传奶夫的风流 和周慧敏结婚之后 屡屡出轨 一时成为坊间的笑柄 而尼匡与三毛的相识 更具有戏剧性 第一次看到三毛 是在古龙的家里 三毛穿着漏肩的衣服 坐在沙发上看书 古龙和尼匡看的心仰 一左一右咬住他的肩膀 三毛没有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 三人从此结为默逆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人生中 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那时候 古龙家里总是高朋满座 花钱如流水 女孩如衣服 行事做派 俨然黑社会老大 1985年 古龙娶世 好友在他的棺材里 放了48瓶XO 尼匡说他 生前这么爱喝酒 不如再陪他喝两口 于是打开瓶盖 每个都灌了两口 这时 已经走了几天的古龙 突然吐出一大口血 菜兰书中所记 众人都嘖嘖称奇 尼匡说 一定是他看到 这么多好酒喝不到 气到吐血了 那天尼匡写的晚连是 你已经离去 我还会久留吗 但他没想到 他会是三个人中 最长寿的一个 到后来 老哥几个年事已高 借酒成了重要命题 有一次黄瞻看全宋词 大雪来潮给尼匡写了手打游诗 大家一起戒酒 肉食百步一口 报福与瞎求 望食一开个口 羞羞 分送隔离亲友 黄瞻用电报发给旧金山的尼匡 那时美国已是深夜 尼匡看了睡意全无 他乐得不行 也回赠了一手 年来有病无久 没病都要感受 腰酸与背痛 更是不能起头 可知配额已够 尼匡的第三大嗜好是烟 最高记录一天五包 尼匡16岁学会了吸烟 还曾因为吞云吐雾 把妹妹一书下哭 35年后 尼匡突然想通了 我听到了上帝的消息 他说我的吸烟配额用完了 可以不吸了 起初尼匡没有在意 后来上帝连续跟他说了三次 他就想通了 于是尼匡就不再抽烟了 尼匡自知配额用完之后 就很少写文章 2001年 美国那件大事发生后 蔡兰打电话问尼匡可好 尼匡哈哈哈哈大笑几声 我不接触美国人社会 当然不要紧 尼匡在美国和回港后的生活 都很惬意 女儿常从超市买海鲜给他吃 家里的冰箱也堆满了鸡鸭鱼肉 尼匡说 其实医生不让我吃 如果可以只喝水 让我喝水就行了 尼匡爱吃鱼 也爱养鱼 早年养了几大缸的鱼 一次气温突变 鱼都死了 正赶上张车拍哪吒 需要海底取景 一般的鱼缸不够大 尼缸就把大鱼缸灌满水交给他 愣是拍出了海底的效果 尼匡患有高血压 身体倒还算健老 医生告诉他 每天吃几粒药就行了 人活着就是吃喝 快活一点 尼匡听了连连点头 可能人老了都会有一些收敛吧 年轻的时候风过 年老了活的就是一个心境 尼匡玩贝壳 玩到了收藏家的水平 为了跟电影人换贝壳 可以免费给他们写剧本 玩够了他把价值几十万的贝壳送人 一点也不心疼 从旧金山回香港 金品藏书也都留给了当地朋友 201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高棚满座 导演徐克为尼匡颁颁颁颁帆发了终身成就奖 站在台上 尼匡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煞有介石地说 有稿的 等大家准备好听他长篇大论时 他只说了十个字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多谢 尼匡给自己的落幕幕设想了一种方式 无论在万分之一秒就能发作的毒药 毒发就身亡 只不过命运总是不如人愿 2002年 张扯去世 葬礼上黄瞻携碗连送他 高山传天籁 独被树雄风 倪匡对黄瞻说 对得妙 改天我死了 也由你来写好了 但两年后 2004年 听闻黄瞻先世 倪匡大喝一声 岂有此理 又14年后 2018年 金庸驾河西去 当时倪匡接受采访说 金庸 黄瞻 张彻 林彦妮 我 五个人 四个人去世了 只剩我一个了 很寂寞的 真的 我身体差到极点 百病从生 举步艰难 如今这个寂寞到了极点的人 也走了 对他也许也算是种解脱 正所谓时代跟人走 人才是那个时代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如今我们关于 那个时代的记忆 随着人的消亡 终究逐渐远去 当一个个熟悉的身影离去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被打上方框 那个荡气回肠的年代 也终究无法抵挡历史的洪流 缓缓落幕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